这个男人是全球最厉害的外科医生 别人做手术就紧张 而他却听着音乐做手术 时不时还跟着节奏打着节拍 每次做手术都会引来大量实习生前来观摩 而就是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医生 在谈笑之间 就成功做完了一场手术 男人叫史蒂芬·斯特兰奇 凭借高超的医学才能闻名世界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亿万富翁 住在市中心的豪宅中 抽屉里摆满了各种名贵的手术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名天才 意外却发生了 这天史蒂芬驾驶着兰博金一正准备去参加晚会 行驶过程中 还时不时查看着下一个患者的资料 而就在他注意力分散过程中 不幸与另一辆车发生了碰撞 连人带车地掉落在了山脚下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瘫痪地躺在病床上 双手也被插上了钢针 而这也意味着他将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 随后的日子里 史蒂芬耗尽巨资尝试各种办法进行治疗 但结果都不尽人命 始终无法修复好他的双手 而随着治疗费用耗尽 他的女友也离他而去 就在他心灰意冷不知所措之际 护工给了他一份病例报告 曾经有个人由于脊髓严重受损 当时被史蒂芬判定为终身残疾 但如今这个人却往好如初 和正常人一样在篮球上行动自律 不久之后 史蒂芬便在篮球上找到了这个人 男人本不愿意搭理史蒂芬 当史蒂芬伸出已经残废的双手后 男人表示 自己是在一个名叫卡玛太基的地方治好的 这让史蒂芬重新燃起了希望 便将自己所有的家产都变卖 用尽最后的积蓄孤身来到了尼泊尔 可由于人生地不属 一不小心就走进了一个胡同 几个标形大汉将他给团团围住 不服输的史蒂芬还想反抗 但下一秒就被几人拳打脚踢 而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突然来到了这 三下五除二就帮助史蒂芬解除了危机 此人叫莫朵 也是古伊法师的徒弟 随后在他的带领下 史蒂芬见到了至尊法师古伊 而他也已经在这里等候史蒂芬多时 一眼就看出来了史蒂芬的近况 以及来这里的目的 而史蒂芬本以为古伊掌握了 某种细胞修复技术可以治疗 怎料古伊给他说了一堆神话玄学 这里并没有什么细胞修复技术 我们可以教你如何用精神力 调整自己的身体 这让一直接受高等教育的史蒂芬 认为古伊在胡蠢 他的情绪开始逐渐失控 没想到自己花光 所有积蓄寻找的答案竟是这个 这可把史蒂芬气坏了 怒骂着古伊法师 结果反悲古伊法师将他的灵魂打住 这可把猛逼的史蒂芬整猛逼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实 他的灵魂又瞬间回到了身体中 史蒂芬觉着这一定是对方 在刚才的茶水中下来 这一切都是假的 古伊法师见他还是不幸 于是再次施法将他带到了一次元空间 带他见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这个宇宙真实的命 当他回到现实世界 猛逼的史蒂芬彻底猛逼了 连忙求助古伊让他教自己法术 结果怎料直接被古伊法师赶了出去 但他并不愿意放弃 一直在门口苦苦气球 而古伊之所以不教他法术 只因之前教书的弟子背叛了他 原来在很早之前 古伊曾收了一个叫做卡西的同意 他天赋异于常人 但后来进入魔道 就在不久之前 他带着人干掉了这里的图书管理员 并抢走了时间魔法书里的两页 而这两页里面记录着 如何召唤恶魔多玛姆的法术 古伊虽然利用镜中世界 与卡西进行了一番激烈战斗 但由于卡西从黑暗空间吸取了巨大能量 战斗力丝毫不亚于古伊 几番战斗过后 对方还是逃脱掉了 多玛姆一旦被他召唤出来 整个宇宙都要毁一旦 而莫渡认为史蒂芬拥有着不一样的天赋 或许他可以帮助我们拯救这一切 古伊在听了莫渡的话后 决定冒险一试 随后他们将还在门口等候的史蒂芬 再次带了进来 古伊法师亲自指导史蒂芬 如何从多元宇宙空间里获取能量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史蒂芬竟然是带着最差的一个学生 其他人都可以很快地打开空间传送门 唯独史蒂芬无论怎么努力 只是冒出零零散散的火花 随后 古伊法师将史蒂芬单独叫到一边 而史蒂芬却表示是因为自己的手臂受伤导致的 但下一秒就被旁边的一个比他更残疾的老头打脸了 于是为了激发出他体内的潜能 古伊将他带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上 这里的温度极低 短短几分钟就能将人冻死 而史蒂芬此时就只穿了一件短袖 只见古伊话还没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将史蒂芬单独留在了此处 危急时刻 他摒弃名神 拼尽全力试图将传送门打开 眼看迟迟不见史蒂芬踪运 就在古伊考虑是否将他带回来时 史蒂芬终于在最后一刻成功打开了传送门 也就从此刻开始 史蒂芬的法术就像开了挂尸的突飞猛进 甚至还利用传送门悄悄地将王的书偷过去学习 在掌握了灵魂出窍的法术之后 更是让自己的肉体休息时 灵魂出来学习理论 丝毫不放过一分一秒 白天则跟着末度练习打斗技巧 逐渐掌握了如何利用法术当作武器使用 当了解到卡西学习禁书的事情后 更是对这本书充满了好奇 便趁着老王不在 悄悄来到了图书馆 打开了那本时间禁书 按照书上的咒语与首诗练习了起来 竟真的打开了阿哥摩托之眼 接着他将时间魔法套在手上 对准前面的苹果让他的时间倒流 在掌握了这一魔法后 接着他又利用这一技能 将书上被撕掉的两页给恢复 可就在他准备研究上面内容时 周围的空间却出现了诡异的影 好在这是老王和莫度 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他们告诉史蒂芬 随意操控时间很容易创造出时空分支 那是个极为不稳定的空间 稍有不慎 就会陷入时间循环再也出不来 接着他们将这个世界的真相告诉了史蒂芬 原来在数千年前 为了避免地球遭受来自黑暗空间多玛姆的伤害 首任至尊法师阿哥摩托在地球上创造了阿哥摩托之眼 并在全世界设置了三大圣殿 分别位于香港 纽约和伦敦 三大圣殿构成了当今世界的防护网 法师则负责保护圣殿 一旦多玛姆来到这个世界 整个宇宙都将被他带入黑暗空间 而他最想占领的就是地球 前不久叛徒卡西偷走了书上的那两页内容 就是召唤多玛姆来到这里的咒语 史蒂芬听后也是一脸狡笑 说自己只是过来治疗双手的 并不是过来一起拯救宇宙的 可话音刚落 卡西就带着人攻入了位于伦敦的圣殿 巨大的爆炸冲击到时 更是将他带到了伦敦的圣殿之中 就在他一脸猛逼时 卡西已经带着人来到了圣殿内 守卫圣殿的法师率先与其进行撕打 但没一会功夫 守护圣殿的法师就隐恨西北了 史蒂芬连忙跑了出来 还想施展法术进行抵挡 怎料还没等他变换出来武器 就被卡西一脚踢到一边 由于对方人多势众 史蒂芬根本抵抗不了 只得先行逃跑 而卡西在追了过来之后 双手合并施展起魔法 只见前方的空间开始发生扭曲 史蒂芬无论怎么逃跑都在原地踏步 无奈之下 史蒂芬只得转身施展起魔法 此时卡西也带着人追了过来 战斗不足的他很快就被卡西打到一边 好在史蒂芬变换出绳索击中对方 而卡西则再次进行空间变换 把史蒂芬耍得可谓是团团团 关键时刻 史蒂芬一个自由落体 将其中一个敌人踢飞到沙漠中 此时另一个杀手也追了过来 就在扭打过程中 又将这个杀手送到了冯林的空间中 此时卡西也追了过来 但史蒂芬根本不是卡西的对手 没一会功夫 就将史蒂芬打的身上到处是伤 就在他即将一命无辜时 一旁的斗篷帮助他挡住了卡西的攻击 在挣脱束缚后 怎料又被卡西一脚踹到了楼下 一旁的斗篷也一同追了过去 而下一秒 史蒂芬就身着斗篷挑了上来 一代英雄奇异博士也就此诞生 只是战斗力还没有那么强大 吓得博士指的后退 当他看到墙上斧头时 本想拿来当做武器 怎料遭到了斗篷的阻止 最后在斗篷的指挥下 博士拿起了墙上的自动束缚器 一把扔在了卡西的身上 在神器的控制下 卡西也被束缚住不能动他 虽然他的身体不能动 但嘴巴却一直念叨着不停 甚至还劝说博士一起加入多玛姆的事迹 他告诉博士 你所尊崇的古异法师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他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他偷偷吸取了黑暗空间的力量 但博士并没有相信他的话 而就在这时 博士转身寻找自己的玄介石 被突然射来的法剑击中了身体 并被赶来的手下扔下了楼梯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战斗力 无力的在地上攀爬 卡西的手下却在此刻变换出感情 好在斗篷及时出手遮住了对方的双眼 博士也得以捡回自己的玄介 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了传送门 穿越到了之前工作的医院里 并找到了前女友寻求帮助 让他秘密为自己开展救治手术 而博士也在此刻晕厥了过去 就在这时 博士的灵魂从体内跑了出来 准备用这一方式指导女友拯救自己 这可把前女友吓得不轻 可就在这时 刚才那个被斗篷困住的杀手在挣脱束缚后 也利用灵魂出窍的方式找到了博士 双方随即在手术室撕打一起 但博士的战斗力明显不如对方 在几个回合过后 博士的生命线也趋于直线 危急时刻 前女友拿出了除颤衣击打博士的身体 而博士灵魂的战斗力也瞬间飙升 在除颤衣的帮助下 杀手也瞬间领合饭 而博士的灵魂也回到了本体并苏醒过来 在与前女友告别后 博士便再次回到了圣殿 而此时卡西也已经挣脱了束缚器逃走了 随后莫渡和古一法师也一同赶不过来 古一法师让博士赶紧前往纽约圣殿维护那里的安全 但怎料遭到了博士的拒绝 他质问古一是不是为了获得永生吸取了黑暗空间的力量 但古一法师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让他赶紧阻止卡西的破坏 面对古一的回答 博士显然明白了一切 而一旁的莫渡并不相信古一做了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一直教导我们要远离黑暗空间的魔法 就在两人争吵过程中 一声巨响打破了两人 原来是卡西带着一帮杀手再次回到了这 他们在大厅中操控着某种仪式 打算以此彻底毁掉纽约圣殿维护 好在博士及时出手 在最后一刻释放出镜像空间 阻止了他的爆炸对现实世界的破坏 卡西则再次施展空间扭曲法术 面对如此局面 博士和莫渡只得向外逃跑 而此时外面的空间在卡西的操控下 也逐渐发生扭曲 他们没想到即使在镜像空间上 卡西的法力竟也如此强大 整个世界错综交错 虽然在这里他无法影响现实世界 但同样可以将博士干掉 两人也只得利用传送门不断穿越躲避 而卡西则不断变化空间 随后他们一个跳跃又来到旁边的大楼上 试图利用传送门逃跑 而卡西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不断变换的空间使得博士根本无法进行穿越 整栋大楼都被卡西一分为二 博士他们也不断向下坠落 整座城市在卡西的操作下变得更加敏曲 两人也只得四处跟跑 穿梭在这迷宫般的城市街道 但怎料对方人多失重 博士最后还是被卡西抓住暗倒在地 并抢走了他的玄界 让他无法再次施展魔法 眼看博士就要有恨西部 好在古一法师及时出现 如今在这个空间里 也只有古一法师可与制一战 这时莫度也终于相信古一法师果真从黑暗空间吸取了法 随后古一与卡西的终极对决也随之展开了 只见卡西朝着地面一巴掌下去 结果反被古一用同样方式击退 而就在击打过程中 卡西变换出魔法笔水趁机击中了古一 随后一脚下去将古一踢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莫度与博士也一同追了过去 不料古一还是在现实世界被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博士连忙抱起古一前往医院进行救治 但由于伤势过大 他很快就没了心跳 这时他发现古一的灵魂从身体内跑了出来 博士连忙追了过去 两人再来到阳台后 博士劝古一赶紧回到体内 但古一告诉博士 自己的生命已经来到了终点 当初自己并不愿意吸取黑暗空间的力量 但为了保护地球不得不振作 以提升自己的力量延续生命 但好在现在有了你的出现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继续承担起守护圣殿的重大 只有你打败多玛姆 地球才能恢复和平 话音刚落 古一便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博士也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 是时候去打败多玛姆了 与此同时 卡西带着杀手已经闯入了位于香港的圣殿 由于纽约和伦敦的圣殿都已经被火 香港圣殿一旦失守 地球的防护罩就会消失 多玛姆就会入侵地球 博士率先找到了莫都 而等两人来到香港圣殿时 已经为时已晚 圣殿已经彻底沦陷 多玛姆也已经来到地球 正吞噬着地球的一切 只见卡西圣圈在握地朝着博士走来 危急时刻 博士打开了阿哥摩托之夜 试图用时间倒流的方式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随着博士旋转阿哥摩托之夜 周围的时间开始倒流 怎料卡西的法力过于强大 竟然挣脱了时间倒流的束缚 一脚下去就将博士踢倒在地 结果两人在打斗过程中 被倒流的油桶一同击中 卡西则趁机再次将博士摔在地上 此时莫度再解决了剩余的杀手赶过来 趁机将卡西甩到了墙体中 眼看随着时间的倒流圣殿即将恢复 老王也在这过程中获久 就在三人准备抓住时机去对抗多玛姆时 卡西再次挣脱束缚 一巴掌下去将三人击倒在地 博士的时间倒流法术也被迫终止 时间再次陷入了禁止状态 眼看多玛姆即将再次吞噬周围的一切 博士灵机一动 二话不说就朝着多玛姆的方向飞去 然后将自己的时间设置成了循环模式 接着多玛姆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博士告诉她 我是来谈判的 但在多玛姆看来这人简直就是来送合饭的 二话不说就朝着博士发起零击 没一会功夫就化为了灰烬 结果时间立马就开始倒流 再次回到了博士与多玛姆谈判的场子 多玛姆再次二话不说 直接将博士击穿瞬间领了合饭 接着时间再次倒流 博士三号出场了 这时多玛姆也感觉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博士告诉对方 我已经设置了时间循环 如果你再不投降 我们两人都将在这里循环下去 怎料多玛姆仍不肯服输 再次将博士击杀 就这样循环了数千次之后 多玛姆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循环了 博士告诉她 只要你带着你的信徒永远远离地球 我就停止循环 无奈之下 多玛姆只好妥协答应了博士的要求 带着自己的信徒卡西一同离开了地球 解决这以后 博士再次使用时间宝石 将周围的一切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世界再次恢复了和谱 而博士再回到卡马太基后 将阿哥摩托之眼再次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他也成为了新一代的至尊法师 而就在多年之后 猎霸派出手下来到地球抢夺博士的时间宝石 一场更大的挑战也随机开始 关注时说隐瞒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